三级警戒持续延长 民间的力量也持续涌入 在民权里长刘元良的引荐下 陈天府环岛慈善会 捐赠1200个防护面罩给花莲施工所 市长威家贤颁发感谢状 表示这批面罩会发给林长们 让林长在执行社区访试任务时多一项防护 一大箱一大箱的防护面罩 搬到了花莲施工所 市长威家贤特别出来迎接 也致政感谢状 这是陈天府环岛慈善会所捐赠的 1200个防护面罩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疫情严峻 然后想借着说捐赠一些防疫的物资 然后让公所这边 类似像清洁人员出去的时候 能够都能做好防疫的工作 也是希望抛砖引玉 市长感谢民权里长刘元良的引荐 让社团的爱心可以直达花莲施工所 这批防护面罩也将分别送给花莲市 1400多位领长 让领长在执行社区访试的时候 可以多一层防护 谢谢我们陈天府环岛慈善会的理事长 颜维勋颜会长号 他也是我们同时也是我们民权里里长 刘元良刘里长的非常好的朋友 那今天也捐赠了1200份的一个防护的面罩 那给我们花莲施工所 那花莲施工所未来会将这些面罩 再转发给我们领长 来做我们领长的一个防护的一个工具 那再只要特别谢谢 我们协会的所有好朋友 来做这样的一个捐赠 更感谢颜会长 每一年只要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都会出手来援助花莲市 那还有一些弱势的家庭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防疫物资 能够提升领长在协助花莲市 执行各项的一个防疫工作的时候 能够更安全 三级警戒持续延长 防疫工作不能松懈 工部门坚守岗位 民间也热心奉献 希望在大家齐心努力下 肺炎疫情能够赶快结束 让大家回复正常生活 借理会花莲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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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